唐吉柯德冒险故事国家戏剧院演出宣告记者会 指风车剧团团长任建成后排又起 指风车文教基金会执行长李永峰 指风车文教基金会董事长柯一正 国家两厅院艺术总监李惠美 指风车文教基金会董事吴敬奇 吴念珍小眼罗北安与饰演唐吉柯德 桑秋的演员何影 国家两厅院提供记者扬明以台北报道 指风车剧团2002年改编世界名著 推出唐吉柯德冒险故事 银河天马在国家戏剧院首演 当宽16公尺长24公尺的充气四头龙 从舞台窜出一路飞过观众席 不仅孩童许多大人也忘情惊呼 剧场的魔幻让所有人同时变回小孩 后来指风车陆续推动319厢村儿童艺术工程和368厢镇市区儿童艺术工程 截取唐吉柯德片段故事做固定戏码到全国演出 不收门票每个孩子都可以来看戏 迄今已演出600多场 累计观众超过143万人次 英国家两厢院原梦计划之邀 唐吉柯德冒险故事将重返国家戏剧院 今日宣告记者会上 参与儿童艺术工程推动的唐吉柯德们 包括指风车文教基金会董事长柯一正 执行长李永峰 董事吴敬奇 吴念珍 小眼 罗北安都现身力挺 吴念珍说 第一次看到四头龙 只觉得真是浩大写工 李永峰这个人就是浩大写工 才会想出到全国演出 每个人都能免费来看这种疯狂的主意 没想到唐吉柯德变成台湾最多小朋友认识的儿童剧角色 而且现在要回到故事一开始的地方 重新出发 戏中 唐吉柯德有一句台词 身为一个英勇的骑士 本来就应该帮助别人 李永峰说 从2006年319起跑 到去年推出的艺术代用券 他一直看到孩子们身体力行的实践 这句话 319、368到各乡镇演出 看完戏的孩子会拿着5元、10元的硬币 投到我们的捐款箱 去年三峡国中的老师来领艺术代用券 带小朋友进剧场看戏 看完戏后 小朋友主动发起捐款 又捐了二张艺术代用券 说要给其他小朋友 本意是让每个孩子都有机会踏上艺术第一利物的文化行动 无形间也让孩子学会分享和勇敢做梦 唐吉柯德冒险故事 银河天马4月6至8日在国家戏剧院演出 4月8日下午场将增加字幕及口述影像服务 纸丰车去年推出的艺术代用券也持续开放领用 欢迎民众领取免费票券进剧场看戏 相见 HTTP www Paperwindmallow com TW